刚刚我们已经聊了大概有六幅的话 接下来这第七幅呢 已经在我们这边 这幅画呢叫做金镜 很特别 它是在一个河流当中 然后有一条独木舟 这个舟似乎是在溺水而上 对吗 是的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人 或者是修行人 或者是一般的世俗人 其实我们都不应该这个很懈怠 不应该懒惰 太享乐了也不好 那么我就是鼓励 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要精进 因为精进啊 它本身可以配合 我们所谓的这个菩萨道里面 有所谓的 布施 慈戒 那么要精进 要忍辱 要有智慧 另外还有一种禅定 这个就是我们称为六度万行 其中的精进 可以讲说包含这六种里面 都应该要有精进 六种里面都必须要有精进 那么画里面有很多的彩色 就代表着做每一件事情 通通都要精进 有很多的彩色 代表着所谓菩萨行里面 任何一个行都需要精进 你说布施吗 你要永远精进的布施 你慈戒也不能说一时啊 布施也不是一时啊 你这一辈子当中 你就是要永远做布施的工作 佛菩萨他要成就以前 都是永远在做布施的工作 永远在做慈戒的工作 守你这个出家人 出家的戒力 在家人有在家的戒力 要做一个菩萨 他是永远精进的 所以守戒也要永远的 那么再来呢 忍辱也是要永远的 不能说我今天忍 明天就不忍 忍是一辈子的事情 是行则一辈子的行事 所以也是精进 布施 慈戒 忍辱 智慧 你学习佛法的智慧 学习佛法 学习高深的智慧 全部都是要很精进的去学习 因为时间不够的 我们佛一百岁当中啊 只有差不多二十年是精华 老了就不行了 你六十岁以上 你要精进就比较困难了 有些身体有问题 那么这个四十岁以下 你或多还在学习呢 其中的精华 只有四十五十 三十岁以下 三十额力都是在学习 只有四十五十 这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你要学习 要成就 非精进不可 人生虽然是百岁 能够精进的时光很少 尤其有一半 你说二十年 一半你在睡觉 你又剩下十年 真正在修行的时候 时间是很短 所以这个精进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这个修行人来讲 非常重要 那不管人间的各行各业 同样都是要精进的 没有精进一懈怠 一懒惰 你就输给别人 对 绝对输给别人 可是大师这幅画的色彩 非常非常的大胆 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但是中间有一块黑色的 那个地方 黑色其实 我们在精进的过程当中 就是代表着 黑色就代表着逆流 那么有时候是很顺的 就是很顺的 就是属于这个顺流跟逆流 有的时候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这个有逆流就是逆的加持 让你更加的精神泛发 那么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这样子才会有成就 你不能碰到逆流 你就萎缩起来 啊 我不做了 我什么都不做 你就会消沉 所以忧郁症就是 你什么都不行 那躁郁症也不可以 你太急躁了也不好 所以我们保持一种平常心 非常的努力 那就是精进 大师那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也跟大师请教我们 新的一年会过得怎么样 我记得2012年 大家都过得蛮辛苦的 这幅画我特别有感觉是 我们都在那条程上 感觉我们已经过了一年 都在逆流了 那什么时候才会顺流呢 新的一年会过得很开心吗 我个人是这样子希望的 新的一年啊 大家都能够富足 都能够平安 都能够顺利 都能够吉祥如意 心想事成 但是呢 这个人生啊 仍有胆息货福 天有不测的风影 仍有胆息的货福 就算货来了 有货 你也要精进的去突破 保持着平常心 你也不要太优励 所以今年啊 本身来讲 也是七年的元席 又在逆流了 也是七年的元席 还是逆流 但其中还有变数 很多的变数 还有土石流 有土石流 那怎么办 大师刚刚提到了 逆有逆的福报 其实我们这个 知道会有逆流的话 你要事先有预防 事先有预防 既然知道有台风 你就要加强 你的这个 做好准备 做好防台的准备 既然知道有地震 你就要知道 如何逃避的准备 既然知道有火灾 你就要把平时的 路要认得好 怎么样子逃生 要认得好 还有呢 这个天后的变化 对不对 地震 地水灾 既然知道有水灾 你就要把黄红的水利工程 做得很好 通通都要做的 这些事情 政府也要做 我们人也要做 老百姓也要做 那么一起配合起来 这个国家才会安和乐利 这也是一种精进 未以筹谋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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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提醒了我们大家 我们随时随地 分分秒秒 我们都应该要精进 谢谢大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